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除夕夜,断亲二十年的舅舅突然登门,逼我妈把房过季给他儿子上学,拒绝后,却被他儿子用水果刀刺伤,还说小孩杀人不犯法。 随后,我爸一操作,让他全家狱中过年。 除夕夜,亲戚家的熊孩子不断指使我妈干活,我没忍住上去就是急巴掌,不想亲戚直接急了,你怎么回事? 我们是想着你们一家没人,才过年来看看你们,你怎么能对孩子动手? 大过年的,还要不要人好好过日子了? 他是做错了,骂两句也就算了,还动上手了。 在我们那儿,你姥姥姥爷都不敢这么对他。 你二十来岁的人了,跟个孩子治什么气? 我望着熟悉的话术,心说果然现在所有矛盾都能被四个字化解。 大过节的,多大点事,都是亲戚,别太计较,还是孩子。 可这事儿在我这儿,天天就不能这么过去,折腾我也就算了。 感动我妈,能让她站着出去,我就不信放。 我不弄返校,我尊重你叫你一生救妈,还真以为是我长辈了。 除夕夜,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可我家空落落的,除了我和我妈,没有第三个人。 我爸作为技术港驻飞工作,已经三年了,要不是亲自去过他的外企公司,又能收到每年几十万的工资。 我俩甚至都怀疑他被人骗去绵北改腰子了。 而今年,是第三个没有他的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得持续多久。 我们也在试着慢慢习惯。 即使这样,我妈还是忙东忙西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让她随便煮点速冻饺子,买点预制菜就算了。 可我妈却说,这是过年,新年新气象,怎么能将就呢? 等过了年,你就要找工作了,一定要给人家老板好好干活呀。 我努力压着杨起的嘴角,附和着点头。 我妈是村里出来的,是在嫁给我爸以后才脱离了自己糟糕的原生家庭,成了外人口中的飞上枝头变凤凰。 她没怎么上过学,对我的主妇也紧紧停留在好好吃饭,好好上学,好好工作上。 她忙个不停,我也不能闲着,时不时帮她打打下手,没多久,饭菜也就上桌了。 我妈别的不行,干活和做饭倒是一把好手。 从我有记忆起,我家就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我爸负责日常工作交际,我妈做好她的后勤工作,可以说是操劳了一辈子。 现在我长大了,也该轮到我帮她们减减负了。 我一边帮着把饭菜都上桌,另一边打开电视调好春晚,就等八点一到,直接开饭了。 我正哼着割端上桌最后一盘菜,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风雪里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两个人正炯炯地盯着我,准确来说, 是盯着我身后餐桌上满满的一桌饭。 我刚开口,你们是,话音还没落,女人直接一屁股挤走了我,抓起小孩的手,就往屋里冲。 一边走还一边嚷嚷着,姐,我们来了,你欢迎我们步。 看着地下深深浅浅的黑脚印,我没来由得一阵心烦。 哪来得要饭的?怎么还进别人家了? 我碰得一声关上门,大喝道,哎,说你们呢,是干啥的? 要饭要到别人家里去了。 我妈还没来得及反应,女人就一脚踩在了地毯上,深深的黑印子当即印了上去。 听到我这么一说,女人面带不悦地回头看我,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一点都不尊重人,我俩大老远过来,脏是脏了点,可谁是要饭的了? 她不搭理我,把外套一脱丢在餐椅上,就凑了过去。 哟,姐,你和我大折儿就俩人还吃得这么好呢? 要么说你喂不先知呢,就知道我俩要来投奔你,特意给我们做的事吧。 好,姐,赶紧做那准备吃饭了。 我妈定睛看了她两眼,才试探性地问道,你是黄婷婷。 女人黑黑一笑,姐你真是贵人多妄事,咱俩十年前刚见过面,你这就不记得了。 我可不就是你弟媳妇吗? 好,姐你知道吧? 她是你们罗家的种,是我给罗万里生的儿子。 说到这个,她挺直了腰杆,好像她能生出儿子是件多光荣的事。 趁他们网里走的功夫,我把我妈拉过去问她是谁。 我妈假装在厨房洗手,嘀嘀地告诉我,这女人是她早就不来往的娘家舅舅的老婆。 我妈家自来重男轻女,她是嫁给我爸以后才解脱的,搬到城里后就彻底跟过去说了再见, 断绝了来往。 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也就是十年前舅舅结婚的时候,她回去过一次,是上了一万块钱的礼金,还被姥姥嫌弃少的那次。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他们是来干嘛的,要待多久,总不能一直住我家吧。 除夕夜家家团聚,谁家好人大年三十踩着饭点去扒杆子打不着的远亲家里做客的。 我跟我妈打定主意,探个虚实,我这边刚假模假样地端着碗筷走出去,立马就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是的,我和我妈两个主人还没上桌,舅妈跟表弟就已经自顾自地坐在主位上,用手捡菜吃。 我眨了眨眼,确认自己确实没看错,他俩真的是在用手抓菜吃。 除了一个爆烫的锅子和泼了热油的毛屑往外,其他凉菜和一些已经放温了的菜都没能逃过他们的手心。 表弟抓起盆里的油炸糕,一手一个吃得狼吞虎咽。 吃到兴起时还将啃得乱七八糟的糕放回盆里,转而去抓旁边盆里的粉条吃。 我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镇长,当即惊呆了,他们确定是农村人,不是外星人吗? 我妈他们村竟然是这种民风吗?家家户户没筷子,弄手抓饭吃。 我妈也惊呆了,她呆呆地看着面前两个狼吞虎咽的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到时舅妈扭头看向了我们,刺着塞住韭菜的牙对我们笑。 姐,大侄子,你们愣着干啥?过来吃啊,把这儿当自己家,没事。 我气不打一处来,这可倒好,她成了女主人,我俩反倒成客人了。 我把碗筷冬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冷冷地看着主位道,那是我妈的地方。 舅妈满脸笑意地脸一僵,挑着没看向我妈,一个位置而已,大折这么看重呢。 那姐姐你来做? 她说着就要起身,我妈哪能让她针挪窝,一把按在她肩膀。 做你的,孩子不懂事。 说着,她还弯了我一眼。 舅妈一脸得逞的笑意。 哎,不能这么说,大折也是看重规矩吗?是吧?那年的春晚我一个节目,也没看,表弟和舅妈的双人用餐表演成了我们餐桌上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经典节目,堪比难忘今宵。 我尽量躲开他们吃过的菜,一晚上就吃了一盆凉拌菜。 饭桌上,我妈试探着问,你们怎么过来了?是怎么过来的? 大晚上的,带着孩子跑来跑去的,也不怕他着凉啊。 说起这个,舅妈就像变脸似的抹着眼角莫须有的眼泪。 姐,不怕你笑话,要不是我实在跟万里过不下去了,我也不会带着儿子进城来找你的。 他动手打我,我要跟他离婚,可豪杰是你们家的种,眼看还要上学,以后用钱的日子多着呢? 我带着他出来,也不能饿死吧。 这样,姐夫不是厉害吗?你托他给我在城里找个工作吧。 他像连环炮似的说了一堆,最后归根到底是想在城里找工作,是想在城里扎脚跟。 我妈皱起了眉,你姐夫现在负责的是住外的工作,我也不懂,不能插手,他动手打你。 说说,你跟万里到底怎么了? 舅妈眼神有些闪烁,嘴硬道,没,没什么,就是她前几个月上房,掉下来摔断了腿,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打骂我,这下彻底把我打跑了。 娘家回不去,我就带着孩子一气之下跑到了城里,我又不认识其他人,只能来投奔你了。 这样,姐,你给我找到工作了我马上就走。 我越听脸越黑,终于忍不住放下筷子,难不成找不到工作就不走了。 他打着哈哈,假装没听到我的话。 饭后,我忙着在厨房搞卫生,收拾东西。 我妈跟舅妈坐在一起聊天,她家熊孩子就到处乱翻乱看。 我时不时向外看一眼,罗豪杰一会翻开我家抽屉,一会打开我家柜子,在里面精挑细选自己看顺眼的东西,拿出来据为己有,东跑跑西翻翻,不亦乐乎。 她准备开我卧室门的时候,正好被我看到了。 我不愿地冲她喊道,哎,在客厅玩玩算了,不许进我卧室。 熊孩子挖了我一眼,好歹是松开了握在把手上的手。 我妈和舅妈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大概是觉得我语气不太好。 我妈补充道,里面有我儿子的作业,工程量可大了,我都不敢随便进去。 还是让豪杰到另一边玩吧。 舅妈点点头,靠在沙发上懒散道,行了儿子,玩玩算了,给人家碰坏了,咱这些村里人可赔不起,还真当这儿是自己家了。 别调皮呀,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总能听出来几分阴阳怪气。 他淡淡说了句无关痛痒的话,熊孩子自然是不会听,当即又窜到卫生间,不知道干嘛去了。 我刚收拾完吃剩的残余,将垃圾分类放好,就听到卧室方向传来一阵叮铃光朗的声音。 等等,卧室。 我把腿就往卧室跑,果然看到我的门大敞着,我妈和舅妈在门口都不敢进去。 我扒开舅妈往里走,熊孩子正一脸无辜地坐在我床上玩玩具,脚边是我倒了一地的木头残块。 我心下突突跳得难受,这可是我花了好几个通宵才完成的作品,差一点就能当成品去参赛了。 可现在好了,月底就比赛,现在一切都得推翻重来。 我是学建筑的,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笋某结构,那搭起来的高楼都是我用木块将缺口一个个刻好对上的,现在全都化为了一堆没用的木头块。 望着一片狼藉,我攥紧了拳头才忍住把它扔出去的冲动。 现在,立刻,离开我家。 熊孩子耀武扬威地看着我,谁让你的东西不结实的? 豌豆射手打了一下就倒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不。 看我表情不好,舅妈赶紧上来打圆场,看看你给哥哥弄的,给哥哥道歉。 他拎着熊孩子的衣领,逼他跟我道歉。 可现在他道歉有用吗? 我的作品能变回去吗? 一阵无力涌上心头,我把他们都推了出去。 外面确实寂静了一会,但很快又传来熊孩子看电视时发出的欢声笑语。 他闹腾累了,看样子是准备休息一会再进行第二轮表演。 听那意思,好像还在不断指挥我妈拿东西供给他吃。 毁了我的作品就算了,还好意思使唤我吗? 我彻底怒了。 拉开门的一瞬间,画面仿佛定格了,电视里的春晚调成了表弟爱看的奥特曼。 我妈点起脚尖扒在橱柜顶上给表弟拿零食,表弟学着舅妈的样子,将脚搭在茶几上。 他俩一人靶着一边,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妈是保姆,搁这儿伺候俩祖宗来了。 看我出来,舅妈迅速做好,陪着笑,真是不好意思,豪杰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点点头,是啊,既然知道添麻烦了,还不赶紧走。 真打算过夜,舅妈笑容一宁,求助似的看向我妈。 我妈怕我惹事,大过年找不愉快,默默冲我摇了摇头。 很快,她从橱柜里拿出了我家为数不多的零食,全是小孩踩着凳子在我家看到点名要的。 什么果冻,薯片,酸奶,面包,洋洋洒洒摆了一桌子,她这个打开咬一口。 那个咬开吃一口,再尝尝那个,把吃剩的东西到处乱扔乱放。 我妈屁股刚挨着沙发,她又想喝热水,我妈只能起来给她倒。 我看了半天,发现这孩子是唇坏,见不得我妈休息,而且大部分东西都只尝了肠味就扔到那儿了。 别说我脸色逐渐变黑,就连我妈都有些按捺不住准备发飙了。 果然,我妈忙完最后一波,刚坐下没有十分钟,熊孩子蹲在茶几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妈。 姨姨,我嘴巴干,想吃苹果,我家没人吃苹果,去哪儿给它变出来? 我妈摇了摇头,压抑着内心的火气,姨姨家没有苹果,你嘴巴干的话,喝点水吧。 在这之前,舅妈对她儿子的一切行为都表示默许。 我想了想,或许人家知道她儿子吃不了亏呢,为啥还要多此一举地出面管她? 我以为她不会出言,可现在只被我妈拒绝了一次,舅妈就从鼻尖发出了一声类似吃笑的声音。 姐,我听说嘴干是缺维生素了,可能豪杰也是吧,这孩子从小在村里受苦,没吃过什么稀罕的,今天来了你家才算是过年了,你看你家有点啥水果,给罗豪杰补补吗? 在罗字上,她格外加了重音,好像在告诉我妈看啊,这可是姓罗的种。 我妈深呼吸了口气,猫着腰看向地下的孩子,水果的话,姨姨家有葡萄,你想吃吗? 我家不怎么爱吃普通的苹果橘子香蕉,我嘴叼,我妈也宠我,家里常年准备的就是点车梨子草莓西瓜葡萄之类稍微稀罕点的,买的还都是贵的品种。 听到我妈这么一说,不是我小气,我是真有点舍不得。 罗豪杰一听,眼睛就亮了,在她的认知里,苹果就是好水果了,哪还能叫得上别的东西的名字,一听能吃到葡萄,她差点要跳起来。 好,好。 舅妈翻了个白眼,笑骂,看你那没出息的样,跟你爹一样,这辈子就是个村里人了。 她的话我怎么听怎么奇怪,但还是左耳朵近右耳朵出了,没必要跟傻子一般见识,不是吗? 我妈洗好了葡萄端上桌,舅妈拿了串大的递给熊孩子,自己也拎起了串差不多大的,塞进嘴里。 边品边道,这啥好东西啊,真甜。 我们在镇上买的葡萄都是酸酸的小小的,真好吃。 她边吃边说,嘴边还不断喷出黑紫色的葡萄枝叶,看着我直反胃。 我妈也只是笑笑不说话。 我用眼神示意我妈,她却在不动声色地安抚我,还用唇语叮嘱我,淡定,他们快走了。 我死死扣着沙发,忍住骂人的冲动。 我妈看熊孩子不吐皮,好心抽了张纸递给她。 好姐,这个葡萄是要吐皮,把皮吐到这里包好,再扔进垃圾桶哈。 熊孩子看着我妈,眨巴眨巴眼,吐皮。 我妈点点头,刚准备说话,熊孩子扑的一声将葡萄皮吐在我妈脸上。 姨姨,是这样吗? 我和我妈都呆住了,她放声大笑。 我妈不好冲小孩发作,只能尴尬地笑笑,抽纸擦脸。 可我不行,我已经忍耐很久了,现在看到熊孩子羞辱我妈的举动更是一股无名火,冲上了心头。 我一个大步冲过去,一巴掌扇向熊孩子的屁股,震得我自己手都发麻。 提着她的衣领,硬生生将她揪了起来,一个道衰重重扔在沙发上。 其他三个人都惊呆了,熊孩子吓得哭也忘了哭。 我浑身发抖,头皮发麻。 小孩羞辱我妈的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 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现在立刻,滚出我家,别逼我在大年三十晚上打你。 熊孩子被摔猛了,又或者以前根本没人这么敢对她这个混是小魔王。 过了好半天,才挖得一声哭了出来。 这哭声也叫回了舅妈的魂。 她一把扑过去,检查孩子有没有被我摔坏,边把罗豪杰抱在怀里安慰,疯了事地指责我。 你怎么回事? 我们是想着你们一家没人才过年来看看你们,你怎么能对孩子动手? 大过年的,还要不要人好好过日子了。 她是做错了,骂两句也就算了,还动上手了。 在我们那,你姥姥姥爷都不敢这么对她。 你二十来岁的人了,跟个孩子治什么气? 行,果然现在所有矛盾都能被四个字化解。 大过节的,多大点事,都是亲戚,别太计较,还是孩子,那么努力,看我面子,算了算了,换位思考,为了你好,吃亏是福。 可这事儿在我这儿,偏偏就不能这么过去,折腾我也就算了。 感动我妈,能让她站着出去,我就不姓芳。 我不怒返校,从近来你就完美展现了什么叫小人样貌,不守规矩,没教养,贪小便宜,纵容溺爱。 我尊重你叫你一生就妈,还真以为是我长辈了。 出门打对面,我都不乐意看你一眼。 况且,你不会以为不管她是对她好吧。 现在不管,将来自有别人,自有法律替你管。 而我,不介意做第一个管教她的人。 舅妈脸色骤变,我继续道,你欺负我可以,我忍了,你大吃大喝也可以,我们能掏得起这钱,可你儿子最恶心的地方,是他欺负我妈。 你被欺负惯了是你们的事,不代表我们也能受得了你儿子的脾气。 没人是他妈,没人能惯着他,下次我看到一次做他一次,好好尝尝记性。 舅妈也患上了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试图一巴掌打回来我。 你少欺负我儿子没人撑腰,有本事冲我来,冲你舅舅来。 我妈在一旁往后拽我,我妈红了眼,丝毫不退让。 怎么没人撑腰? 是舅舅死了,还是你娘家死了? 你刚来的时候没好意思挑明,我们早就跟你们断绝关系了,进门的时候没给你撵出去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别以为用谁能要挟的了我们。 舅妈指着我,冲妈妈咆哮,看看,这就是你上了大学的好儿子。 竟然这样骂长辈,到底是谁没有家教? 在这种时候,我妈还是向着我的,听她这么骂我,我妈也有点生气了。 黄婷婷,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儿子平时不这样,是因为你今天来才给她激发出来的。 我家妙小,容不下你们,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别破坏了我俩大过年的好心情。 对了,我儿子说得对,我当初走的时候给过他们三十万,也早就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不管是谁让你来找的我,麻烦你转告一下,以后再也别打扰我们了。 一听姥姥姥爷手里可能有三十万,舅妈咬紧了牙,嘀咕着,我就知道那俩老不死的还有钱。 她抬起头,愤愤看向我,你打了我儿子,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咧嘴一笑,我打的。 你有监控,还是有视频? 你说是我打的,就是我打的。 我还说你诬陷我呢? 舅妈气急败坏地给她儿子穿外套,走走走。 人家不欢迎我们,大过年的把我们往外赶,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咱们没有这样的亲戚,赶紧走。 我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们确实没有你们这种亲戚,还是快点走吧,小心走晚了赶不上二路电车。 实在不是我咄咄逼人,面对这种小人,要什么素质? 舅妈领着哭哭啼啼的熊孩子准备出门的时候,又想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别的不说了。 豪杰再不对也是个孩子,这大晚上的,又是过年,我们孤儿寡母身上除了路费没一分钱,怎么出去住? 当姨姨的,就算不管我,也可怜可怜孩子吧。 听她这么一说,我妈有点心软。 她叹了口气,从包里掏出白天准备好的红包,递给舅妈。 别的不说了,拿着给孩子的压岁钱,去找酒店住吧。 天亮了,就回农村去,你求我帮忙的事,我也只是个家庭主妇,办不到。 舅妈当着我们的面拆开红包,拿出里面的三张红票子养了养。 就这,亏罗万里还说你嫁了个有钱人,就是这么个有钱法。 你老公不是在外国上班吗?怎么不给你钱? 我伸出手,嫌少啊,那给我吧,正好你儿子赚坏我的东西还没给我赔钱,怎么看不上这三百就还回来? 舅妈白了我一眼,一边往兜里揣,一边阵阵有词地念叨着,真是不知道怎么好意思给这个钱的。 三百块钱,我俩要住哪儿去?要饭的也没这么寒酸。 我妈气得牙痒痒,我也白了她一眼。 让你们将就一晚赶紧回家,三百不够吗? 怎么,你还想住五星级酒店啊,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你把这钱给门口要饭的,问问她绝不觉得寒酸。 舅妈说不过我,只能捏紧红包,气红了脸指着我妈道, 罗万帝,你有本事,不就是嫁了个老公,挣了点钱吗? 男人有钱就变坏,说不定你男人在国外都有一万个老婆了。 给你寄钱怎么了? 我看迟早会不要你,一个黄脸婆,跟我这个罗家的功臣,有什么好横的。 我妈不善言辞,被她突如其来的咒骂气得浑身发抖。 我抄起门后的扫把指着她,我说最后一遍,你他妈的走不走? 不走,老子送你一程。 说完,扬起扫把就甩了过去,嘴里念叨着,大年三十扫垃圾,一年顺顺利利。 舅妈拉着表弟狼狈地离开了我家,在门口诅咒着我们,说我们有几个臭钱以为自己了不起,住着小平层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点了点头,还真让她说对了,我是觉得我们挺了不起的。 没想到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话,还是让我妈听了进去,自她那晚走了以后,我妈就开始闷闷不乐。 不管我怎么安慰,怎么逗她都不行。 看着她不高兴,我除了每天忙我的作品,就是想方设法,要好好整整这个该死的舅妈。 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了,是可忍熟不可忍。 谁料我这边还没出什么动静。 我妈那就接到了她弟弟的电话。 我妈开了扩音,舅舅一打通电话就质问, 姐,你儿子是不是动手打我老婆儿子了? 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为什么我好容易打通她的电话,就收到了离婚的消息? 她还把我儿子拐跑了? 你们陪我,我被吵得缩了缩眉头,接过电话,舅舅是吧? 你问的难道不是舅妈为什么会找到我们家,又为什么会纵容你儿子,往你亲节脸上吐葡萄皮,你又是怎么教育孩子这几件事吗? 舅舅沉默了一会后道, 方林,我不跟你说,你让你妈接电话。 我冷笑,不好意思,那个女人离开之前指着鼻子骂我妈,还连带着侮辱我爸。 我妈现在已经气病了,你没事的话还是不要打电话了,以后也不要联系了。 你也明白,我妈早就跟你们断绝关系了,不是吗? 舅舅大声喝道,胡说,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我们是一母同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她就算死也是姓罗,也是我姐姐。 我妈淡定的声音传来,既然你承认我是你姐姐,那我们就把这事儿好好掰着掰着。 你老婆是怎么知道我住呢?又为什么跟你吵架美其名曰来投奔我的? 罗万里,你做了什么好事? 舅舅一愣,不自在地道,那是我做了啥事? 是她,是这个不要脸的泼妇。 她跟别的男人有一腿被我发现了,我气不过抽了她一巴掌,她竟然带着我儿子离家出走了。 至于为啥知道你住的地方,我怎么知道,我跟我妈对视一眼,从彼此眼里看出了果然如此的异味。 我就知道,这个被姥姥姥爷宠出来的舅舅,和这个泼妇无赖舅妈是天生一对,谁也分不开他们二人。 自从我和我妈把他们赶走以后,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他们杳无音讯,我们也乐得轻松。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更恶心的事儿,还在后面。 也就是这件事,彻底让我罔顾亲戚关系,下了将他们送进去的决心。 一月底的时候,我爸提前结束了国外的工作,特意赶回家里来陪我们过年。 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他了,再见的时候发现他头上多了一些白发,手也操了点,我妈也激动坏了。 他们俩腻腻歪歪的,一点不像五十多岁的人。 我爸虽然是技术港,但大概是爷爷一家基因好,就算在国外风吹日晒的,脸上也没有半点岁月的痕迹,反而有种有钱成熟男人的味道。 就连我看了都忍不住羡慕。 闲聊的时候,我谈起了奇葩的舅舅一家,我爸看着我妈忙碌的背影,忍不住叹了口气,讲起了他们过去的事。 原来,爸爸当初大学毕业就去乡下参加志愿活动,认识了我妈,两个人跟电视里演的知青插队那会似的,日久生情。 我爸在回城之际,顺带也娶了我妈,将我妈带了回来。 姥姥姥爷不同意,我妈就签下字句,我爸跟家里要了三十万,买断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他们断绝了来往。 至于舅舅,当时他年纪不大,又一副被家里人宠坏了的样子,对于我妈这个脱油瓶的离开,自然是举双手赞成,压根梅兰。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舅舅结婚,我爸说,大概是花了那存在他们手里的三十万吧。 这两年,爸爸换了工作,跟妈妈聚少离多,两个人难免有些嫌隙,我爸怕我妈多想,决定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三年的住外工作,让他成功可以混到外企经理的级别,年薪几十万,也不是梦。 我爸拍了拍我肩膀,好儿子,你这次干得太好了,爸支持你。 你长大了,以后咱们爷俩保护你妈,不让你妈受一点委屈。 我点了点头,那肯定,我妈以前就不容易,以后一定不能受苦。 我俩碰了碰酒杯,相视而笑,也就是经过这次谈话,我才明白我爸原来就职的,是我们当地的龙头外企。 我惊呆了,原来我爹竟然这么厉害。 我爸回来没几天,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还没好好过多久,舅舅一家又出幺蛾子了。 这下,是舅舅带着舅妈和罗豪杰登门了,全员恶人到齐了。 门是我爸开的,舅舅十来年未见他,乍一眼没看出来,皱着没道,你是谁? 我爸看着他,似笑非笑道,你又是谁? 你敲我家门,问我是谁? 舅妈来过,自然见过我家挂在墙上的全家福,当即绕到前面来,试图握我爸的手。 姐夫,没想到你竟然在家,你终于回来了。 回来好啊,真是时候,姐夫。 舅舅双眼一亮,准备揽上我爸的肩膀。 原来是姐夫啊,看我眼拙的,竟然没认出来您。 我爸一闪,躲过了他的亲密攻击,淡淡道,你们有事吗? 舅舅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这次来是想给姐姐和大哲儿赔礼道歉的。 除夕晚上发生了点不愉快,我回去也教训了我儿子和贱内,大家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 舅妈偷偷嘀咕着,你才见呢? 舅舅用胳膊肘顶了顶他,让他少说两句。 我爸堵在门口,尽也不想让他们一家进来,当时收钱断绝关系的时候,你不也挺开心的? 舅舅神色一尬,兴兴道,这么久远的事,您还记得呢? 舅妈瞪了舅舅一眼,像是在嫌弃她不中用,试图像那碗对我一样挤进来。 姐,我们来了,你不让我们进去吗?我妈看不下去了,叫我爸让他们进来。 我爸深深看了他一眼,还是妥协了,从门口让开,将鞋柜里的一次性拖鞋递给了他们。 罗豪杰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顺带歪头看了他一眼。 舅这一眼,吓得他大惊失色,跳起来就往舅舅身后跑,整个人哆哆嗦嗦的,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哪有除夕那碗猖狂的样子。 我心下暗笑,看来那天发飙,果然吓到了这个熊孩子。 舅舅一把拽着他的领子,提着他绕到我妈跟前,一踢溪窝,叫他顺势跪了下去。 给你姨姨赔礼道歉。 小孩吓得颤着声音道,姨姨,表哥,对,对不起。 哇,说着说着,竟给人家吓哭了。 我妈是个脾气好的,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再说那天我也已经泄了份了,这事儿也就这么翻篇了。 我妈上去扶起罗豪杰,没事,你们这是干啥? 行了,翻篇了呀,你们怎么过来的,吃了吗? 舅舅舅妈对视了一眼,两个人松了口气。 接着,舅舅无视妈妈的问候,转头看向我爸。 姐夫,不知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听我姐说,你在外国上班呢? 怎么这就回来了? 我爸点点头,以前在,从现在开始以后都要回来工作了,多陪陪他们娘俩,省得有人上门来欺负两个人孤儿寡母的。 舅妈笑容一宁,甘笑道,姐夫这是啥意思? 这不都是孩子之间的一场误会吗? 爸爸没理会他,咚咚咚地低头给我妈敲核桃吃。 空气安静了一会,舅舅倒是先按捺不住了。 姐,姐夫,我这次来是想求你们个世儿,我妈皱起了眉,怎么了? 舅舅直指表弟,豪杰该上学了,可我们没钱也没房子,不想让孩子在村里耽误了,想让他来城里上学,能不能帮忙问问把他塞进去啊? 还有,我和他妈想在城里找粪干的,希望姐夫能介绍介绍,听明白了,原来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我撇了撇嘴,没搭理他们。 我爸想了想,摇了摇头,首先啊,你们如果要上学的话,租房是不行的,得把学区房买下来,手里的钱肯定不够,贷款也没必要,因为你们压根还不上, 就算不在村里,镇上的学校也有不错的,怎么非得到城里来?我的工作比较特殊,你俩干不了。 舅妈阴阳怪气地骂舅舅,看,我就说不行吧,你还要送上门来被人羞辱。 人家是什么身份啊?我们两个村里人,人家能看得上才见鬼了,都怪你,罗万里,还是你没本事? 他在这儿大声咧咧,吵得我们其他人脸色都很难看。 舅舅没理他,继续舔着脸道,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姐既然嫁给你,我们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 我爸说了,我的工作就托给你了,实在不行他给你打电话谈谈。 老丈人的话,姐夫你多少得考虑考虑吧。 而且,我有本事啊,我会种地,会看门,实在不行,你拿我当调狗。 我爸大概很久没接触这种无赖的人了,摇了摇头,不是我不帮,是真的无能为力。 我是技术港,我们外企需要的也是技术型人才,再不计也得会英语吧。 万里,你呢? 舅舅茫然地看着他,英语,不就是鸟语吗? 我会啊,就算不会的话,我也可以学啊。 我没忍住,扑斥一声笑出声来,舅舅看向我,咋了? 我好心提醒,英语是门外语,没有基础的话很难学,而且以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学不会,还是自己去找点自己能干了的工作吧。 他阴沉着脸看我,有侄子这么羞辱舅舅的吗? 你行你去做呀。 我耸了耸肩,既然好心提醒,被荡成羞辱,那我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爸看他说我,挑了挑眉,如果你们是想找工作,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可以回了,我们一会有安排。 舅妈环顾着四周,随着她视线的摇摆,眼里激动的神色越来越亮, 她顿了顿,突然谄媚地笑着看向我妈和我爸。 姐,姐夫,既然工作不能找,那另一个要求你们一定得答应我们呢? 我心下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在我妈点头了以后,舅妈试着提了个更恶心的要求。 既然学区房和工作都不行,那不如与你们就认下豪杰,当个一姓一子,把他户口签过来。 我问了问,你们这小区也算学区房,反正现在大折儿还没对象,结婚生子更是以后的事儿了。 还不如让豪杰先上完小学,你们看呢? 我们一家三口惊呆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给找工作,就惦记人家的房子。 也亏他们能想出来这招。 爸妈还在准备措辞,我直接开口了。 舅妈这话就不对了吧? 房子是我爸的,这学区房可是就一个名额。 我将来也是要用的。 你现在让罗豪杰占了算怎么回事? 那将来我孩子去哪儿上学? 舅妈尴尬地笑笑,你们一家都有挣钱的本事,不像我们,你以后自己挣钱买套房不就行了? 这么大的人了,总不能一直啃老吧? 我点了点头,是啊,我不能啃老,你们就能啃了。 啃你爸妈还不够,还要啃我爸妈,怎么,你们上辈子是属水质的呀? 哪有鞋往哪儿吸? 舅妈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哼哼唧唧的。 反倒舅舅一脸不悦地看着我。 方林,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会不会说话? 这好歹是你舅妈,我是你舅舅,我们都是你的长辈。 再说,咱们一家和和美美地一起不好吗?弄得这么僵干嘛? 我输了口气,才忍住没将手里的遥控甩过去的冲动。 淡定淡定,生气给魔鬼留余地,生气吃亏是我自己。 我爸清了清嗓子,舅舅顺势看了过去。 姐夫,这可是我们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 这样,我们也不会白占用这个名额的。 你做主把豪杰的户口签过来, 我们把一开始的三十万和那个断绝什么的协议还给你。 我爸说了,当初是他们没想通, 只看眼前的小便宜。 我们分什么家呀? 说到底,我们就是一家人。 好吗? 照他们这种说法, 我家不仅损失一套平层学区房, 还要负责他们以后的生活, 更要迎来一大帮累赘亲戚。 好想的算盘, 我隔着十万八千里都听到了。 不得不说, 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也确实是人才。 看来人家说得果然没错, 穷在闹市无人问, 负在深山有远亲啊。 我摇头晃脑的感慨, 发出嘖嘖的声音, 舅舅忙着讨好我爸这个顶梁柱, 也无暇顾及我, 最多弯我两眼。 我妈叹了口气, 转头钻进了厨房。 我爸点了点头, 你们说得有理有据, 看来是想了很久。 舅舅摇头晃脑道, 那肯定, 这也有我爸的意思, 他也想了很长时间。 我爸继续道, 看出来了, 能说出那种话的除了他俩, 也没别人了。 当初收钱的时候迫不及待, 现在还钱的时候竟然这么大方, 看来还是觉得有油水转呢。 舅舅挠了挠头, 什么油水? 我爸好担一霞地看着他, 如果我拒绝你, 你会怎么做? 他俩不吭气。 我爸指了指我, 你们刚才言辞早早教训我儿子, 让他将来自己买房, 把这个名额同出来给你们。 你们年纪轻轻, 也比他大不了多少, 怎么搁自己头上, 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了。 罗豪杰是你们的儿子, 你们为了他奋斗, 不是应该的吗? 现在把算盘打到我头上, 我给你们管儿子, 那我儿子呢? 让谁管? 舅妈面对我爸咄咄逼人的态度, 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我们管, 我们管, 我爸冷眼相待, 你们管。 你们所谓的管, 就是趁我不在的时候, 大年三十跑上门来, 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这叫管。 舅妈脸色也不太好, 姐夫, 你说话可要讲证据的, 我们什么时候欺负他们了? 明明是你儿子先以大欺小, 动手打豪杰在骂我的, 话里话外说我们没家教什么的, 辱骂长辈, 这就是他的家教啊。 我爸这一番话听得我热血沸腾, 我刚准备起身反驳, 我爸大手一挥一把摁住了我, 我儿子有没有家教, 跟你们有关系吗? 他在自己家, 想干嘛干嘛, 你们跑上门先折腾人, 还有理了? 怎么, 你儿子下跪了, 是不是也得让我儿子跪下, 给你磕个头, 赔礼道歉? 你们一开始做的那些事, 就这么一带而过了。 舅舅面色暗了暗, 不用说这么多, 姐夫, 你的意思是不管这件事了是吧? 行, 你非要撕破脸, 那我也不怕了, 我们就要告你们去了。 我妈端着一盘子苹果走了出来, 看向他俩, 告什么? 舅舅一字一顿道, 我查过了, 你没赡养过爸妈, 我们是可以告你, 追究你的责任和赔偿的。 我妈点了点头, 确实可以, 舅舅脸上一洗, 那你们还不赶紧, 我妈继续道, 但那是在你们收下我家三十万和断绝关系书之前, 断绝协议不知道吗? 是有法律效应的, 就是说我以后的赡养义务已经被你们手里的那笔钱买断了。 既然这么清高的话, 那钱现在就给我退回来啊。 舅舅大怒, 退就退,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姐姐。 话音刚落, 舅妈也怒了, 退什么退? 想给就给, 说要就要, 我们这里是银行吗? 是替你存钱的吗? 你这么多年都没管过爸妈, 这钱是你应该给我们的。 我妈气笑了, 我是没管过爸妈, 可他们管过我吗? 你们在乎过我吗? 我从小到大吃得用的, 什么不是罗万里剩下的, 就连名字都是。 我是怎么过的, 罗万里你再清楚不过了吧? 现在想让我返回来照顾你们。 做梦? 要不是遇到我丈夫, 你这个姐姐恐怕早就死了。 现在长大了, 翅膀硬了, 要钱了开始想起我了, 真是笑话。 现在立刻滚出我家。 压抑了好久的, 我妈终于爆发了, 我忍不住想拍手称赞。 舅舅舅妈脸上一片黑云, 两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终究还是起身了。 行, 当我们今天白来, 罗豪杰还不走, 还要人家再打在你脸上吗? 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熊孩子突然从板凳上跳起来, 抄起我妈放在果盘里削的水果刀, 就向她冲了过去。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我还没反应过来, 熊孩子就抱起到她面前, 抄起水果刀捅了过去。 她还恶狠狠地道, 让你们欺负爹娘。 不让我上学, 我捅死你们。 我妈说了, 我这个年纪杀人不犯法。 我翻过去一把拉住了她, 可她的刀已经伸出去了, 锋利的刃划破了我爸的胳膊, 鼓鼓往外冒血。 没错, 受伤的是我爸, 他挡在了我妈身前。 我一把将小孩摁住, 将他死死地按在茶几上, 红着眼看着我爸指缝中涌出的血, 跟另外俩人说, 瞧好了,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都给我滚进去吃牢饭吧。 罗豪杰在我心里害怕了, 使劲踹踢着我, 还试图咬我, 我都无动于衷, 身上的小疼痛, 怎么能比得上心理的滋味。 我一手拨110, 另一手控制着他。 我妈赶紧扶着我爸, 给他简单地包扎伤口, 忙不迭打车去了医院。 舅舅舅妈想跑, 但看我摁住了罗豪杰, 也知道他们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只是围着我跟我解释, 这事儿都是孩子冲动了, 绝对不是他们教唆的, 让我高抬跪手。 别报警, 别追究他们。 我笑了, 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知道冲动两个字怎么写吗? 如果没有大人教, 他怎么能说出 小孩杀人不犯法这句话的? 听到故意伤害, 还见血了,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大概了解了下情况后, 就从我手里拉过罗豪杰, 把我和他们一家三口, 都叫去了派出所。 一路上, 我顾不上他们狼狈的解释, 只是一直给我妈打电话, 可都是漫长的未接音。 心里的石头越来越重, 难道我爸右手有势? 他是技术人员, 手怎么能受伤呢? 我双眼通红, 捏紧拳头。 如果不是警察在旁边, 我恨不得直接掐死罗豪杰, 这样的少年犯活着也是浪费空气, 还不如早点投胎转世, 下辈子换个好人家带。 好容易到了派出所, 怕我冲动, 他们将我们分开安排在不同的屋子。 分了警察去各自审讯小孩和大人, 又向我了解了情况, 将我的口供录了下来。 警察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 我抬起头问, 他们涉嫌故意伤害, 我能告吗? 警察责了一声, 恐怕有点困难, 动手的是小孩, 别说十四岁了, 他连十岁都不到, 判刑是判不了的, 最多赔你点钱。 法律规定, 别说伤者没有伤到重要部位,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有生命危险, 小孩也是判不了罪的, 顶多监护人替他赔偿一点, 我颓然地看向地面, 那就这样了吗? 他好心提醒我, 也不完全是这样, 看情况吧, 如果你们非要追究的话, 在家长管教屡次不改后, 是可以被政府收容教养的, 我点了点头, 反正总之, 我爸的伤就白挨了。 口供录完, 拿到手机后, 正好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他说, 我爸没什么问题, 只是一点皮肉伤, 养养就好了。 在我明确表达要将舅舅一家, 告上法庭的时候, 我妈也罕见地答应了, 她苦笑着, 我以为我们就是不亲, 没想到他们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告就告了吧, 我本来也没有这种家人。 接下来的日子, 我妈忙着照顾我爸, 我忙着准备东西起诉他们, 来我家欺负了人, 怎么能妄想全身而退呢? 我无法想象, 当法院传票寄过去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表情, 或许他们觉得, 已经赔给我家医药费,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没想到, 我竟然还是, 一点后路都不给他们留。 舅舅打电话给我妈, 号码直接被拉黑, 他们一家来我家门口下跪, 请求原谅, 我们主打的一个装聋作哑, 喊声, 敲门声, 声声都听不到, 一来二去, 他们也就这么放弃了, 我们好像真的断绝了关系, 判决出来了, 因为嫌疑犯是未成年, 无法负法律责任, 只能让家长持续管教, 除了一开始, 他家赔的五千块钱医药费, 再加上精神损失乱七八糟的钱, 总共赔了两万块, 出来的时候, 我爸戏谑得笑笑, 没事, 这到爸不亏, 好歹两万块钱呢, 我妈破涕微笑捶他, 瞎说什么? 我宁愿受伤的是我, 我爸忙着安抚他, 两个人嗅尽了恩爱, 丝毫不管我这个单身狗的感受, 这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盼了以后, 除了赔钱, 舅舅一家, 不, 老爷一家再也没联系过我们, 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联系不上, 因为爸妈早就把他们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就连以前, 我妈可怜他们, 时不时给他们祭钱的这个习惯, 也彻底改掉了, 他们害人中害己, 一家子好吃懒做的人, 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农村, 做着有一天能出人头地的美梦吧, 不过也不一定, 或许将来罗豪杰能凭自己的努力, 变成千万富翁, 又或者变成身负几条命案的杀人犯呢, 以后的事儿, 谁能说清呢? 谢谢大家